大家好,我是Uncle Kevin 在过去一个礼拜,我们目睹了在俄罗斯进入乌克兰掀起的一个战争 而全球的一个反应 那么在这时候呢 当然我们对于这伟大的乌克兰人民 他们的奋勇的抵抗 献上我们的诚挚的敬意 也希望这场战争呢 这个许多无辜的人受害 能够尽快的来结束 那么能够恢复到和平和一个正常的生活 那在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有关于这现在是否是个危机入市的一个机会 特别针对了能源股 那么我在这边分享了两张图 那大家可以来做个参考 那这第一张呢 是有关于这个Brand Crude Oil 布兰特原油的价格 那这边的话是过去十年的 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这里的话呢 在这2012年到14年呢 这个时候 这个原油的价格是在100到120之间 还算是蛮稳定的 那么之后呢 在这个110块之后呢 到14年的时候呢 后来就开始就是急剧的下滑 一直到16年 那16年的时候呢 达到了一个谷底到30块钱 后来又回升 那么达到了2018、19年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呢 在2020年发生的事情 就2020年3月的时候呢 这时候这个 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 结果呢 那时候进入到紧急的一个封锁的状况 就原油的价格呢 这个大幅的下跌 甚至在美国的这个Texas Crude 跌到了这个负40美元 这是史上从未有过的破天荒的这个记录 不过后来呢 就开始回升 那么我们后来呢 就是也因着经济的疫苗的一个发展 还有就是经济的这个复苏 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原油的价格呢 也一直的渐渐的往上 那么直到今年初呢 由于这个乌俄的这个关系的紧张 那还有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油的价格 从70块80块 那么就是由于这个战争呢 就又开始开打 那么现在这个原油的价格呢 已经达到来到了110块了 所以呢我们看见说呢 这已经回到了在14年之前的这个水平了 那么所以这个是投资人可以看到 这个有关于原油价格的走势的方面 那么下一张图呢 我们要来看到说呢 就是有关于这个SASO SASO是南非最大的 石化公司 也是南非在1980年代 那时候白人政府呢 为了因为全球的这个 对于南非的经济制裁抵制呢 所以呢就成立了这个SASO 能够在这个石油石化方面呢 能够自给自足 而SASO也就是成了南非的大公司之一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说呢 这是SASO他们在这个过去的 过去的从199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股价的走势 那么SASO在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可以进场买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看见说呢 SASO这个股价呢 还有他公司的发展呢 算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看见从1990年代 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呢 这个14年15年呢 这个是给那个投资人一个非常优惑的一个 投资的报酬 股息啦 还有就是说他股价的一个成长 是非常正面的 但是呢 14年的时候呢 SASO的股价呢 达到了超过了600块钱 我们这边看见这个 这边左边的这个标指标 这个写万 是因为呢 这个图显示的是以SASO的这个股价 以Sens来计算 但是呢 如果说你以那个兰特来计算的话 那他的股价最多曾经达到600多块钱 那么这个14年那时候 这个油价呢 就是那时候维持在100 120的时候呢 SASO的股价呢 也来到了一个高点 就是来到了这600多块 但之后呢 油价开始下跌 那我们也看见说呢 SASO的这个股价呢 也就跟着下跌 那之后呢 曾经有一度就回升 但是呢 之后呢 又跟着这个油价的下跌呢 就一路的往下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是SASO呢 在多年前呢 他们决定开始到美国去投资 在Louisiana 这个Charles Lake Charles的一个project 投资了这个天然气方面 相关的石化的一个 这个project 结果花了很多钱 结果呢 造成他大量的负债 甚至他的负债呢 超过他的一个这个资本 所以呢 这个造成的 等于算是压垮了 这个SASO的这个 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吧 那所以我们看见说 他的股价就是这个下跌 那么到直到2020年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新冠的疫情 结果呢 造成这原油的价格 大幅的下滑 我们也看见 SASO那时候的价格呢 也也呈现非常惊人的一个下跌 最低的时候呢 曾经到30块钱 我记得那时候 2020年初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这个fund manager 我去参加开会的时候呢 大家就在讨论说呢 这个SASO的这个股价 这个急剧下跌 那到底这个SASO的公司呢 是否因为这个油价的下跌 而造成了他可能到时候呢 就是宣告破产的这个情况 所以甚至他的这个油 他的股价呢 那时候呢 跌到最低是30块钱 那么如果那时候 心脏大的这个投资人 我知道我认识有一些的 投资朋友 一些客户呢 他们的心脏够大 那时候呢 曾经就是那在逢低的时候买进了 那他们的确是赚到了 因为那时候30块钱 那SASO现在呢 就是涨回到360块 我昨天看了一下是360多块 那如果说一直持有 那时候从低价一直持有的 那的确是赚了10倍以上了 不过呢 我所知道的这个客户的话呢 他们可能就是 有赚了一倍两倍呢 或是三四倍 那他们就出清了 也都有赚到了钱 但是呢 SASO呢 从那时候股 跌到了股底30块 那么现在呢 涨回到360多 在这个价位呢 这是否可以来买进 到底是现在呢 还是可以买进 还是可以 未来还是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吗 那我想呢 重点就是回到之前的 那个原油的价格的图 所以如果说你看到之前 那个原油价格的图的话呢 SASO在那时候 是涨到了600多块 那么现在呢 就是原油价格又回到这110块钱 而且在最未来呢 有可能还会继续上涨 因为这个对于俄国的制裁 而造成了这原油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态势的话呢 可能还是会导致这个价格呢 还是会持续上涨 所以如果是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那么SASO这个价格呢 有机会 今年是有机会呢 来挑战了到之前的 这个高度就是600块钱 虽然说呢 它现在一个负债呢 这个因为这个 Lake Charles这个project 负债呢 是很多 但是呢 它那个在过去一两年呢 曾经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把Lake Charles这个project的一半 我记得是一半呢 就是出售 以这个能够现金回笼 而且能够减低它的负债 所以以现在的这个来情况来看的话呢 它的确有机会啊 它的股价能够回到600块钱 如果说原油的价格能够还是维持 现在的110块到120块 那么还是可能有往上涨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在今年可以再次目睹 SASO的这个价格呢 再次的回到了 这之前的最高600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么你有什么想法 或是您的分析是怎么样呢 欢迎来跟我们一起的切磋分享 好下期见 拜拜